暫時看到又是看數據 酒吧似乎都是確診者上去的地方 我覺得酒吧是要有某一種的規管 另外就是這些婚宴 婚宴也持續是有發生的 其實差不多沒有停過 由一開始由社區傳播到現在 大家都見到在過往這兩個月 其實有幾個小型社區爆發 都是因著這些婚宴故意產生的 業界都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已經有九成婚宴已經取消了 或者延後了 這個就不好 因為有九成 不過問題就是剩下那一成 都足以引來一些傳播鏈 這個就令人擔心了 你覺得酒吧和婚宴可以先停了嗎 我個人覺得是的 我們是要找到公共交通工具去控制的人流 我覺得這些全部現在都去到的階段 其實我們是不可以再用傳統的方法 有時甚至乎要有些藏意 有時尚在必要家中只會聯絡 在經濟說話街頭上 有時尚在《季文》等於此 我們在經濟均面